網路紅人叫賣哥葉生俊 台外十足叫賣方式 讓他從夜市爆紅到網路 電視總給人幽默搞笑印象他 其實有段不為人知的辛酸過往 爸爸曾經在台中 經營牛肉廠和國術館 賺了很多錢 他從小含著金湯匙出聲 但16歲父親離家 從此誤入歧途 5次進出監獄 後來因為政府掃亡 加上爸爸投資失利 加重經濟一夕垮台 負債三千萬 富家子弟成了家徒四倍的窮小子 他是如何背負著錢科介入 重新再戰起來 還娶到小16歲的歌手老婆呢 來看葉生俊的叫賣人生 來 人所邀請姐姐 說民主館的三千人 說五十歲 有人要吃菜匪的 有人要吃西瓜 有人要看人流 有人要看打滾頭 今天歡迎大家來看 台湾大搜索 讓你好看到捨不得上廁所 謝謝 信手拈來的順口溜 他就是人稱寶島叫賣哥的 葉生俊 但這回他不賣東西 而是帶著老婆和兒子 回到他最熟悉的地方 雅琪啊 我的攤子在以前的攤子 現在都沒有在擺都休息了 現在都休息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都忙直播了 沒有時間來的 嗨 雅琪見了 阿昱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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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那邊 阿昱琪啊 所以你們約會也是會在夜市嗎 幾乎 幾乎都在夜市耶 幾乎 因為夜市人就很奇怪 沒有特殊節日 對 不過節日 大家有過年啊 情人節啊 跨年啊 聖誕節 聖誕節我們都是在這邊過 越高越難 越難丟 這才叫你丟上面的 越高越難 喔 漂亮喔 那個是洞 那個不是氣球好不好 是叫你丟氣球不是丟洞耶 就是這樣的幽默性格 叫麥哥總能把老婆逗得哈哈打笑 兩人相差16歲 但相處起來似乎沒有距離 前面兩三年都是在磨合 就一直到小朋友出生 沒有 到懷孕 因為他16歲嘛 那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 就把他當小孩子 他在鬧鼻息 然後就盡量不要 不要再去惹他這樣 就盡量讓他 老婆周慧山是歌手 還演過八點檔戲劇 但叫麥哥說 兩人會結緣 一切都是有恨深愛 其實那時候我很討厭他 因為他那時候就是一直調侃我 然後甚至活動結束之後 還給我取了一個 小叮噹的外號 然後他那時候在我上台前的 介紹出場的方式很過分 你自己講吧 我們現在要介紹來是一個 重量級的一個女歌手 重量級就是重量級 她自己帶了游泳圈游過來了 我們歡迎周慧山 這些話讓周慧山聽了很受傷 但愛瑜還在工作 只好把情緒拋在一邊 上台表演 我們要回飯店的路在車上 然後我就一直要跟他講話 他就跟我講說你不要跟我講話 我不想要跟你講話 周慧山當下覺得眼前這名男子 真的沒禮貌 很討厭 也不知道自己哪裡得罪他 我活動完 那我有去上網去看了一些 他以前的故事 那我就去看完之後 就覺得慢慢對他有印象 慢慢變好 就是覺得他好像不是 那麼壞 他只是那一張嘴巴壞 他好像人滿好的 讓周慧山改觀的關鍵是 在葉生俊看似輕挑的外表下 卻有著一段崎嶇的成長歲月 我十六歲到三十歲中 總共進出十 我算一下 四次 五次 五次 總共五次 這十四年就是 不是在關 就是在跑路 其實葉生俊小時候 是仁仁稱憲的富二代 爸爸在台中經營牛肉場和國術館 賺了很多錢 你有沒有看過 雙人家大的床 上面鋪滿錢 我從小就是 只要是看到我婆婆的話 他們是醒著 不是在睡覺 他就是在賺錢 雖然衣食無缺 但葉生俊跟爸媽的關係 卻非常疏遠 也漸漸養成他叛逆性格 沒有讀書的時候 我爸爸就跟我講說 你去學修車 他問我說 那你不學修車你要幹嘛 我說我想要去 輕輕鬆鬆的賺錢 所以我就說 我要去當KTV的少爺 那我爸爸就跟我講說 我給你兩條路走 一嘛 你就是學修車 二 你就死出去 那我也沒想太多 我就帶了五百塊 我就出門了 16歲夫妻離家 也讓葉生俊走上不歸路 你就從小在那個 八大行業打滾 就越來越複雜 酒店裡面為事 在酒店裡面討債 加入幫派打打沙沙 14年來進出監獄五次 我在台中的家 是幾乎天天都有警察在等我 那我爸爸媽媽也不會讓我回去 因為我每次這三更半夜回去 他們都會趕我走 就是你不要在家裡面 坐牢時家中經營的牛肉廠 在政府掃黃下被迫關門 加上爸爸股市投資失利 輸光了家產 還負債三千萬 其實那時候那個家也不能住 我已經被法院查封了 走投無路的爸媽只好到夜市 叫賣討生活 媽媽還為了斷絕葉生俊 和損友的聯繫 在她30歲出獄當天 帶著家人離家北上 搬進三重的鐵皮屋 當時我們住的房子 就很像現在這樣子 那時候我才真正感受到 以前我們讀書在講的 家徒勢弊 什麼叫家徒勢弊 就像現在這樣子 什麼都沒有 為了幫忙家裡還債 飛步前科很難找工作的葉生俊 只好跟著爸媽到夜市擺攤 然後就遇到自己的小弟 那就覺得很丟臉 就說我怎麼會 混兄弟混到在夜市裡面賣東西 對啊 那時候我蠻抗拒的 就我很排斥這個東西 然後從那天開始 我再也沒有進去夜市過 但有一回媽媽叫賣到一半 想上廁所 她只好硬著頭皮上場 那我本來有設定說我要講什麼 結果上去就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因為底下的人會問問題 底下的人問問題說 怎樣怎樣 我就不知道怎麼回答 然後就晾在那邊 就晾到我媽媽回來 回想第一次叫賣的炯漾 葉生俊當下覺得好醜 也決心卻恥 一百塊 二百塊 我真的要賣的 你站在那裡好像十八年了 那後來我就跟我媽媽說 不然你給我 你給我一個禮拜的時間試看看 然後我就上去之後 就一直到現在了 是這個人心很愛心 不要都沒看大愛 都給他看伴教愛 真正速度感興 台胃十足的叫賣方式 總能吸引民眾平下腳步 看他到底葫蘆裡賣了什麼藥 漸漸的生意越來越好 但這時候爸爸卻突然倒下 廁所打開了 然後我媽媽抱著我爸爸 是坐在地上 然後我爸全身都沒穿 我媽媽就一直哭就說 那你不能丟下我一個人 護士是說保守 保守估計應該缺氧四五個小時 腦部缺氧 然後他拿放棄急救的 那個同意書給我 就說我跟你講狀況 你自己考慮就是 你爸爸如果要救火的 百分之九十九是植物 要不要放棄急救 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決定 當時叫賣哥家裡窮到 連健保費都繳不起了 該怎麼辦 稍後繼續來看 他回首當時 做了一件什麼事 讓他會說 至今沒有後悔過 剛說到 叫賣哥從個富家子變成混機酒店的兄弟 進出街五次 後來家裡經濟一夕間垮了 負債三千萬 這個時候 鄧悟道跟父母親到夜市擺攤賺錢 也因此練就了一口叫賣絕活 然而父親突然倒下 他面臨要不要簽下放棄急救決定 那份內心掙扎至今依舊深刻 而他當時做了什麼事 讓他在專訪時說 沒有後悔過 家裡欠債 連健保費都繳不起 加上熱愛運動的爸爸 也無法接受成為植物人 於是他忍痛簽下放棄急救 對於這個簽字 我完全沒有後悔過 我唯一後悔的是 我為什麼會浪費了那十四年的時間 沒有跟他好好的相處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子 從那一天開始我才發誓 我再也不會放棄任何賺錢的機會 獨特的夜市交賣方法 一路紅到網路電視 更成為簽約藝人 也因為舞台遇到了另外一半 這樣子我就覺得他好 很特別 跟我以前遇到的女生不一樣 然後就開始慢慢對他 就越來越有好感這樣子 我愛你 不是開玩笑 絕對不是只是想要跟女生叫 他就說那我們來做一個我愛你這樣子 那我就在想說 我現場要賣我愛你 那我就想說 我要不要順便求婚這樣子 那我就偷了我們的 週年 週年的戒指 週年 我再喝天藏地酒 你相信我 我可以很久 可是說我可以愛你很久 希望你可以嫁給我 求婚的時候我真的有嚇到啦 因為沒有想到說 會在工作的時候被求婚 就想其實 求婚的時候就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 因為他的好朋友都沒有在 都不在現場 對 對 沒有人刁難我喔 對 然後有媒體在啊 所以大家就說 你這個很賊 來 一 二 三 起 來 週年 鼓起來 手張開 手張開 就連拍婚紗也在夜市裡 甜蜜互動獻煞所有人 但老婆卻有感而發的說 其實這段感情一度走不下去 一開始並不是這麼的順遂 就像我剛剛講 就是三天小首五天體大潮 那其實在兩年的時候 我已經謀生了要分手的念頭了 因為我覺得 好 都沒有一個 就是所謂的我看不到未來 可是在就是兩年多一點點的時候 就發現意外的 後來就知道說有了小孩了 這個是就是當初 第一次拍到我兒子的超音波照 那就很像一個反轉過來的台灣 所以我們才會叫他小寶島 在我懷孕的那一段過程 他就是從頭到尾的改變 就回家 他那時候工作完回家之後 他還會就是 因為懷孕很容易水腫 腿會很脹 他就會幫我就是按摩 幫我按腳 然後去泡腳 兩人決定試著走下去 兒子小寶島出生的隔年 親朋好友們都收到了這張罰單 在眾人祝福下 寶島叫麥哥葉生俊 親了新娘走上紅毯 這一刻邁向人生另一個階段 小寶島跟媽媽一樣有雙大眼睛 模樣十分可愛 我們出發了好不好 那你說Go Go 好 Go 要來學人家笑嗎 阿璇 阿璇 長青 阿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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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功了 如今有子萬事足 千萬債務也還清了 葉生俊的叫賣人生 終於找到幸福歸屬 Gina 阿璇 牙 真的 小禮